各位用华硕主板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用这个澳创中心去调整这个Aura特效 然后默认是彩虹的话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灯光服务默认是能占到6%的CPU 我的CPU是一颗9900K 就等于说是6%的资源平白物被这个光效软件给消耗掉了 所以如果大家特别在意CPU使用率的话 建议可以把这个东西改成衡量 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占用率就会下到差不多只有 你看占用率一下子下来 然后我再把它改回来 就差不多有6%的占用率 所以说大家如果用的是华硕主板 想获得一个打游戏的时候极致的效能的话 建议就是不要开这种彩色循环或者彩虹模式的灯效了 那至于这个是不是bug我也不清楚 至少我这边是装了两台电脑都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如果感觉自己是华硕主板 用了神光同步之后 有点卡阵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设置 好的我是哈士奇 关注我了解更多硬件推荐和实用玩技巧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